《龙珠抄》,如果界王神求情,比鲁斯会放过扎马斯吗? 作为《龙珠》系列举足轻重的反派,扎马斯的故事可以说是抄系列为数不多的精彩篇章。 为了毁灭人类,扎马斯精心布局了一个堪称完美的计划,哪怕现实中的他被比鲁斯亲手毁灭,仍然无法改变未来故事现中的结局。 《龙珠》 在比者看来,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清晰的,无论格瓦斯是否求情,扎马斯都是必死的结局。 比鲁斯的职责 破坏神的职责就是毁掉威胁宇宙发展的事物,而到处作恶的扎马斯已经触犯了破坏神的条规,别看比鲁斯平时嘻嘻哈哈,似乎除了美食之外对其他事情不管不问,但是到该履行职责的时候他可是比谁都认真。 通过穿越时空比鲁斯已经看到了扎马斯的所作所为,作为破坏神,他怎么可能放任扎马斯胡乱破坏自家的宇宙呢? 至于说求情,抱歉,从漫画剧情来看,格瓦斯是第十宇宙的界王神,比鲁斯是第七宇宙的破坏神,两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特殊的优异,破坏扎马斯只是公式公办,比鲁斯并不会因为格瓦斯的求情就对扎马斯绑开一面。 另外,虽说破坏神与剑王神之间理论上是平级关系,但事实上,剑王神们在破坏神面前普遍是低一等的。 比鲁斯本来就占据主导地位,破坏一个犯了错的剑袭界王神,还用得着考虑格瓦斯的情面。 文章由加说动漫原创,禁止搬运。 扎马斯已经威胁到比鲁斯。 看到这也许有小伙伴会说,就算比鲁斯有千百种理由,可扎马斯毕竟是第十宇宙的声明,要打要罚也得由狼母奇,大象破坏神。 直行,你比鲁斯插手别人的家世,是不是有点越界了? 首先,当时扎马斯几乎就要毁掉整个未来世界了,而在比鲁斯他们的认知当中,除掉现在的扎马斯是拯救未来的唯一办法,形势紧迫,分妙必争。 因此比鲁斯他们根本没时间征求朗姆西的意见,快点打完回家才是最合适的选择。 其次,就算比鲁斯先诊后走惹得朗姆西发怒,朗姆西又能拿比鲁斯怎么办呢? 力量大会的前哨战相信妈咪们也都看到了,朗姆西的实力在比鲁斯面前根本不够看,而且神族还有一条破坏神不能内斗的规定。 这条规定等于直接避断了朗姆西用武力向比鲁斯讨公道的可能。 打又不能打,骂又骂不过,最后朗姆西也只能留下一具不痛不痒的下部为例。 最后,如果未来的扎马斯只对地球与悟空等人复仇,也许比鲁斯不会插手,但后来问题便复杂了,随着实力的增强,扎马斯的野心逐渐膨胀,他甚至连戒王神都敢杀。 戒王神与破坏神的生命是相互绑定的,戒王神没了,破坏神也会消失。 更令人无语的是,戒王神们的实力无比禅弱,这等于直接把自己的性命交到扎马斯的手中。 所以如果比鲁斯不破坏扎马斯,那么扎马斯很可能先下手为强,利用这条规则上的漏洞把比鲁斯除掉。 当然,也包括第十宇宇宙的破坏神朗姆希。 这么看来,比鲁斯等于替他除掉了潜伏的刺客,朗姆希感谢比鲁斯都来不及呢,怎么可能怪罪他。 所以,小伙伴们别再说讨论格瓦斯求情,比鲁斯会不会放过扎马斯了的话题了。 这次扎马斯桶的篓子实在不小,不仅威胁两个宇宙的安危,甚至还威胁到破坏神的头上,这种情境下别说比鲁斯,换成朗姆希对他也丝毫不会手软的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